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得因为这个法的出现而做分拆的一个动作 在这里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 要看到是NCC的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一个态度 正在这里表达的非常非常之清楚 标准更是比民进党呢 在一月初提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垄断法的相关的一个条件 还要高很多 这个草案到底能不能够过关 我们现在非常高度关切了 因为接下来是不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都要来到NCC 这个法案当然不能够成为像去年证所税一样 出现了好几个版本 到最后的版本叫做四不像 好我们该如何来支持NCC 用这么样严格的一个规范 来持续的进行国内反垄断的 这样特别是言论垄断的一个相关的法令的执行呢 今天现场四位来宾为您介绍 我们赶快来好好的做讨论 四位来宾首先第一位我们介绍是 立法委员季国栋 主持人好 湘敬大家好 好 季元介绍是台北教育大学教授 庄祁明老师 太太后 好 我们再介绍资深评论员唐湘龙 大家午安 好 继续时事评论员郑世成 我祝大家午安 好 我们再来看看这部法令 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被形容非常非常之严苛 连学者们也都这样认为 这样言不好吗 我们现在看看大家各方的反应 反媒体垄断法草案出炉 NCC画出资讯来源多元 呈现多元 避免过度集中的红线 但管制项目又多又细 学者直指 为了强化反垄断精神 却伤害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媒体产业 我觉得之前的那个标准 的确是太严苛 就是水平的结合管制 其实目前黄电三号 已经有对水平结合的管制 没有做一些处理的 那他这边等于在做更严苛的一个牵制 源之大学社会所副教授 周运彩之一反媒体垄断法的试存性 前NCC委员刘孔中 话说得更白 直言修法内容 严苛的像酷吏版本 管太多 不是累死负责审查的公务员 就是阻碍了有心投资的业者 根据反媒体垄断法草案规定 纸媒和电视广播合并 只要电子媒体收视率超过20% 就不能沉案 如果包含新闻台 收视率更限制在15% 条件多 门槛高 但却没纳入 媒金分离 像是富邦并凯破 产业之大跨足固网 系统和电视频道 却不需要改正 可能也不适用两年处分期 NCC修法只针对 未来有心经营媒体的企业 将造成富邦独大 变成新的垄断 数位会留前景 蒙上阴影 超低天花板限制 线缩平面和电子媒体 整合空间 但反媒体垄断法草案中的 收视率标准由NCC自定 怎么定 时间扣在哪个环节 却没有具体做法 如果经营得宜 收视率提升 反而可能受到惩罚 NCC反媒体垄断 没人质疑 但管制强度 却对产业发展造成伤害 影响数位汇流 影响国家竞争力 我国数位媒体产业 已经落后日韩一大截 靠这套法律 还能如何跟上脚步 令人忧心 中心环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这里 虽然令人忧心的一个问题 还相当多 但是NCC其实也说到 这毕竟是个草案 那么现在已经正式出炉 马上要在三月份 送进行政院审议 希望六月之前 能够送到立法院 完成三读 当然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这段时间当中 想尽办法要来赶紧 听听各方的意见 所以在这里 未来修认的一个空间 大不大呢 我们在这里 首先要表达支持 当然就是关于 整个法案的精神 扩大到的 一开始大家很直一的 到底这个面 够不够广 够不够深 重点纸媒 也全都包了一个进去了 之前大家还直一说 纸媒完全不在 至少在民进党的版本当中 是完全不予理会的 那现在该管的 通通都管 连卫星频道的代理商 也都管 这是管太多吗 而既然要做整个 一个言论 垄断的问题的 好好的一个处理 是不是真的一次 就应该把它全部给 处理好 50条的相关的法案 这个时候 全部出入53条 先请教庄老师 这样子的 您也是学者了 我们也不少学认为 有些严苛 但同样您也是学者 这是我们该怎么看 是不是觉得 其实一亿必其功 其实反而应该给 NCC拍拍手 我举那个金融改革 来做例子 当初国内的银行 不够多 所以就开放银行设立 就设立太多了 就有些银行不够大 就会倒 后来金改就是要并购了 没错 对好 那如果现在有一个法案说 某些银行 它只要四占率 超过百分之多少 就要把它拆成两个银行 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情况 造成人事成本提高 就是说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 经营很好的大银行 它有它的体系 你把它拆成两个 甚至拆成三个 以后是不是 一样要有总经理 一样要有董事长 一样要有各个不同的单位 同样的情况 所以后来分散 先把开放银行 然后再变成整并银行 对 同样的这个情况 为了 现在目前就是陷入两难 你为了 不要让市场市占率 去垄断 所以你要把它切开来 切开来以后 媒体的经营规模 当然就变小 那媒体的经营规模变小 那数位汇流 当然会受到影响 所以现在是两难 但是它现在是 整个的名气 是反垄断为主 所以既然它要 NCC说要试试看 因为它是独立行使职权 它要试 而且它也听进去意见了 当初我们有讲过 纸媒也要放进来 因为市占率 就是代表你对媒体 对社会的影响 那不只电子媒体 对社会有影响 文字媒体影响也蛮高的 都进来里面一起算 但是如果你要做的话 基本精神我支持了 那要做的话 就应该跟社会说明清楚 它整个的 反媒体垄断之后 造成的效果 但是对数位汇流 不可能像 实际上讲说 跟数位汇流没有关系 当然会有关系 你把金控公司 拆成小公司 当然会有影响 它的经营 而且相对精神力 都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认为 基本精神给予肯定 那它执行方式 有些学者认为 严苛或是不严苛 那你竟然 你是独立心的职权 而且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要出来说服大家 说这不但不严苛 而且这样执行下去以后 会真正遏止媒体垄断 好 其实在这里我们讲到说 如果接下来能够有个 更段 到正式完成立法之前 有一段时间 可以跟媒体 跟社会来做沟通 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 是NCC能够说服大家 还是接受各方的意见 来做调整 那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 但重点这个精神 要来支持 因为重点整个法案 当中对于什么呢 支配言论影响力这几个字 支配言论的影响力呢 这是最主要要来做规范的 于是我们来看看 整个规范草案的重点 我们在今天为大家来做整理 这个整个规范草案重点 这到底算不算是严苛 我们刚刚讲到 所有媒体全部都包了进去 你能够想象到的媒体 都在这有些些的规范了 我们简单为大家做这样一个整理 来看到是 无线广播电视之间的一个整合 无线广播的整合 广播合并收听率达到15%以上 全国10%以上 电视合并收听率达到 收视率达到5%以上呢 这样整合是要规范的 超过这样数字通通是不行的 有线电视系统之间的整合 合并之后呢 关系人经营以及代理的频道 收视率达到15%以上 这也不行 卫星频道之间整合也要管了 合并之后收视率达到15%以上 同时对于新闻频道跟节目 有更严格的控管了 无线有线跟卫星互跨互相 来跨媒体经营做整合的话呢 合并后关系人直接间接控制的 广播收听率达10%以上 电视的收视率达5%以上 另外对新闻频道跟节目 也有严格的控管 在跨媒体的部分 就纸媒电子媒体跨媒体的部分呢 哇纸媒的事业或关系人 直接或间接的控制的日报 或周刊阅读率达10%以上 整合后对公众意见的整体影响率 相当于电视收视率20%以上 新闻频道节目达15%以上 通通是不准的 所以看到这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一个规定吗 特别把纸媒纳了进去 直接告诉你 你的阅读率达到10%以上 你是不能跟人家去做合并的 所以相龙请教 你在纸媒待过 现在做广播 其实通通包裹在里头 现在上的是电视节目 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既然大家期待要反媒体垄断 特别言论垄断要反到底 那么现在规范对纸媒冲击最大 相龙是个人垄断 如果说要立一个法 同时严格执行那个法 来达到所谓反垄断的效果的话 那法一定办得到的 法一定办得到 只要你把那个法定得非常严 那严格执行一定办得到 但是我不太了解的 就是说从NCC的这个草案里面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落伍的立法官观念 就是我认为当下的NCC 它不能够只站在监督或者想要去控制媒体的立场 不知不觉让自己成为真正的一只媒体怪兽 而是NCC它对于自己 就是台湾的未来的媒体产业 它的思考是什么 也就是你要把台湾的媒体产业 引导到一个怎么样的方向 面临到未来数位汇流之后 全球性的数位界竞争 它不再是一个国与国之间 你的国界就是媒体的边界 那个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你说你在面对到数位汇流 以及就是说单纯就华文媒体来讲 的市场就已经这么的大的情况下面 你这种就是说纯粹就是说 以非常数字概念式的这种垄断的分割方式 你将来会一定会把媒体 即使就是说这些厂商 这些个别的媒体经营者 他想定办法可能他会逃避一些法令的规范 但是无论如何就形式上面来讲 他就把媒体切割的一小块一小块 这个是我们要的嘛 我坦白说以一个媒体的发展趋势来看的话 媒体的越来越大 他让他产生产生就是说产业的经济效应 这个这是不可避免 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那台湾的媒体终究是要面对这块的竞争 而你现在对于台湾媒体的管制方式 跟国际竞争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台湾的媒体会像是过去的银行一样 只要出了台湾之后毫无竞争力 那这是我们要的吗 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国际竞争 而不是只看到国内说的四家报 报纸几家无线电视 大家在那边杀来杀杀去 那个是关起门来 我们的视野就是这么的狭隘吗 你今天看到他的一个 看他的一个立法的方式 很让我惊讶就是说 他连平面媒体都进来了 如果你纯粹从电子媒体 因为你去管制NCC 当初之所以管制电子媒体 我们有一些起码的理解就是说 因为频道资源的稀少性 这个大帽子一戴之后 大家是可能很难反对的 特别是有无线电视频道的一些稀少性 你要去做某种的管制 我基本上能接受 可是如果你连平面媒体都要进来 我们的著作权法都已经废止了 在这个时候你的媒体 基本上任何人有本事就办 那你这个时候反而进来做 做这样的一个干扰 把媒体都摆在你的频道范围之后 这里面有NCC扩权的问题 再来就是说最严重的就是说 今天他所有的一个反垄断的概念 我觉得他背后的一个政策的核心概念 会形成一个非常反讽的 你在惩罚好的媒体 只要惩罚好的媒体 就是今天如果你把媒体办得太好 你收视率太高 你月报率太高 你就成为被惩罚的对象 因为你上市的被诟病的资格 或者诟病别人的资格 这不是很荒谬吗 我们本来在从媒体的角度来讲 你不管收视率 也许背后还有一些什么 什么风风花雪月那些草作 那不管 纯粹从媒体的自我评价 商业厉害来讲 我的收视率高 我的月报率高 应该是媒体经营成功的 一个具体的表征 可是当我的月报率高 我的收视率高的时候 我就被惩罚了 NCC说你很可能的 会垄断 就得要猜 那变成是一种惩罚条文 那是很莫名其妙的 因此我觉得这个条文到目前为止 纯粹数字来看 这个在观念上面来讲 我觉得极为落伍 对台湾的产业是很大的伤害 好 看来我们乡龙在这 可能认为整个草案的一个 发展方向是极其以为不可 但其实在我们说 整个国内的这个社会气氛的氛围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这样子 好 那什么叫做垄断 谁能够垄断 虽然大家说在这个网络时代 国际地球村的一个走向情况之下 其实国际间 任何包括欧美先进国家都认为 其实没有一个媒体 能够达到垄断的一个效果了 但现在既然在台湾 大家有这样子的氛围出来 NCC于是也定了这样一个法 但这法定下去之后 对整个台湾的媒体发展 而媒体所带动的相关 整个国内不管是产业 言论自由以及资讯的一个 这个扩散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到底会带来正面 还是负面的一个影响呢 是成来自于广播 我们在媒体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个媒体人 你观察这个国内 现在整个媒体的走向 其实那么多的有线电视频道 或广播 其实就是一个百花齐放 这是让大家觉得台湾 非常有言论自由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现在做这样的一个管理 好还是不好呢 像我讲的这样的部分 其实大家很多人 都同样是担忧 但既然要管 我管得比 而且要管得比 民进党还要彻底 这不对吗 对啊 你知道很可笑的是 当初为了所谓的言论自由 我们废止了出版法 所以百花齐放 你什么样的出版品 你就全部出吧 不需要经过审查就出来了 现在为了怕被言论垄断 所以出来这个广播电视 垄断防治和多元维护法 对 那设想的条件是 你们这些做媒体的 都有一个邪念 就是要垄断 垄断言论 所以我必须出这个严苛的法 把你们搞得小小的 拆得碎碎的 现在都一样 是这样子吗 现在媒体的环境 是这样子吗 首先这个 那现在 你说要打破现在 所有媒体的 现在的媒体 有垄断的情况吗 因为你要打破限制 就是包括现在 所有的一些媒体集团 东通要拆成小块 小块小块 现在的媒体状况 是垄断吗 这是另外一点 那刚刚果主讲了 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 如果要执行 我们就执行彻底一点 大家都来做 就是说你这个 是个草案 它并不是最后的法案 那你怎么样最后就说 因为到了立法院 等下机委员会讲 他的意见说 我们到立法院 可能会做修正或干嘛的 你不要 到了立法院 到时候不是 其他团体运作的结果 到最后 又是针对某一个集团 然后到最后 就是那种法案通过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最后立法从严 修法从宽 法案通过 针对某个集团 那这样就很奇怪了 但是我最后要讲说 国主 我们现在有媒体 垄断这样的情况 出现吗 需要订定这样的法律吗 如果你订定这样的法律 你可以执行吗 刘孔中讲得很好 这个法律如果一下来 你知道多琐碎吗 国主 这个频道 如果一旦超过门槛 就得拆 那问你 万一又回到 我说收税下来 我是又可以合 那请问一下 你有派多少人 在执行这样的法律 你疯了吗 对不对 这样的法律是浮动式的 随时可以拆 随时可以合 然后呢 你的一般频道跟新闻频道 超过它的免槛 又要拆 但是收税下来的 又要合 所以以后啊 那个真什么转 没有人敢播了 收视率太高了 一播那个 马上你的频道就得拆 这不是很可笑吗 好 所以今天会看到这会 人家想 刚刚梓梅纳进来了 像向荣认为 这个我们出办法都会 实在不应该 好 梓梅也要做这样的管制吗 那再来说到 那收视率好的话 因为全部用收视率来做管理 收视率好的频道 也是在这个时候 这样的电视公司 也要因此受到影响 所以用这样数字的一个管理 来认为说 这个所谓的 言论的垄断 才能够被降到 一定大家担忧的 这个比例以下 这样是对的一个管理吗 所以走到这一个 法这样的出现 到底是舆论 带着我们的官员走 还是官员你应该走 在整个时代的前端 带着大家 整个媒体 整个产业 能够往前进 在这我们看到 有一点点的模糊 立法委员在这里 所以今天现场 要请到一位立法委员 所以纪委员 我们说这么一个周延法案 在短短的年假期间 其实提出来 我们非常给NCC赶拍拍手 委员们大概都没有 没有换办法 好好的休假 那做出来了 既然要做 我们就做到底 这也是可以值得来提醒 值得来关注 那么说支配言论的影响力 是现在社会上 最主要的氛围 所以在这恐怕 也请观众朋友 一块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了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 这个媒体言论的一个环境 这样法律实施之后 对大家是好吗 接下来重点是 所有的集团 媒体集团 老板都要拆了 接下来压力很大 立法委员会承受 很多很多压力在这里 所以他恐怕 未来的前途不太乐观 这个NCC 它全名叫做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不是管理委员会 其实它 我特别念一下 它立法目的 行政会为了落实宪法 保障言论自由 谨守党政军 推出媒体精神 然后维护媒体专业自主 然后确保通信传播市场 公平有效竞争 然后尊重弱势 促进多元文化竞争发展 换句话说 再还有一点点 换句话说 它里面整个立法的精神 跟目的 立法本子 不是以管理 或是以防垄断为主 其实我们可以体会说 NCC这样可能就是一种 这个一种除弊的心理 可是你这个除弊心理太重 会变成妨碍心理 刚刚我们的很多来宾都讲了 那其实你这样会限制了 我们的跟其他国家之间的竞争 那什么叫垄断 其实这个垄断 是非常严谨的概念 媒体现在几乎是 可以讲是没办法垄断 而且垄断 你要看对象 你要看世界各国立法 有没有相关的 这样一个专法来防垄断 其实其他外国也比较限制的国家 包括美国 德国 日本 他们都没有很严格来规定 所谓的 哎 就是说你的 你的收视率也好 你的播放力 你的市占率多少 其实没有这样 都大部分是依照 是不是你这个合并行为 对国家是好 是坏 换句话说 叫做潜在的公共利益 是不是大于潜在的公共伤害 只要你这个 这个合并是 公共利益大于公共伤害 那这样是值得支持的 所以你们要举述说 你这个垄断 或是说你这个合并案 对国家 或是对公共利益是伤害 你才可以防治啊 反正说 你不要说 你的超过多少 你就变成一种垄断 那这样的话 会变成整个 不只是寒陈效应 我觉得会妨碍到 我们国家发展 还有垄断的概念 不是说放之四海皆主 各位 你说政治 有没有防垄断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限制说 任何一个政党 你的立法委员 不能超过百分之多少 不然就垄断哦 那为什么上次国民党 民间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超过四分之三呢 你超过四分之三 表示你得到多数支持啊 然后但是哪一天 民意不支持你 也可能掉为二分之一以下 换句话说 民意如流水嘛 那你这个媒体也是一样 媒体你有办法 去引导所谓的潮流 或是说引导一轮吗 其实这个跟糖 阿公要煮盐 阿嬷要煮盐 是一样的啦 有些人喜欢蓝 有些人喜欢绿 有些人喜欢咸 有些人喜欢糖 看个人口味啊 你说你今天说好吧 那我今天 我把台糖的这个股份增加 增加三倍五倍 比你台盐的这个股份带多 你说你到最后 很多人会 本来吃盐改成吃糖吗 也不可能啊 换句话说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 尤其这种想法 可能是压力太大 这些NCC的关联 被所有的 所谓的民粹也好 被民间的这种舆论 造成就牵着鼻子走 那压力过大 你看连过年期间就要搞这个所谓的反垄断专案 其实这个反垄断专案没有这么急 而且定的严苛 太严苛了 你说哎 还有什么四等金条款 还有塑集 我跟你讲 这个塑集是 法律是不塑集既往的 你塑集既往 我之前发给你一个指导 可以 好 那你盖着五层楼八层楼 然后我过阵子 我这个法律说不行了 我看一看最高只能剩下三层楼 那指导呢 那全部把它拆掉 我觉得这妨碍到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 自拒 绝对不可取 就是看到这 知道我们现场请到一位立法委员 看到这样的一个法条内容呢 已经提出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看法了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法到底在行政院到立法院之后 能不能够完整如现在我们看到这么样的一个 这个深刻要来好好完整来控制 来处理言论反垄断的问题这样这个法条 最后能够这样子来呈现给大家吗 真的不晓得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说 刚才委员点到了 这里头很多的一个内容当中 刚讲的门槛条款都是阅读率呀 收视率呀 这个收听率呀 告诉大家 但这个率怎么定 这个就是一个难题了 那重点是呢 除此之外呢 第一次把频道代理业者也纳了进来 告诉你频道代理业者 不管是自营还是代理频道 不能超过15个 超过15个的话呢 哇两年之内要降低数量 或降低你的收视率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聊到 这是一个动态状态 收视率我超过也是不行 你要不然怎么样来调降 那刚刚也讲到 媒体老板也不得随意来整并同业 连这个四亲等 通通纳为所谓的关系人了 所以这个老师 这样子管得够彻底 对我说我讲嘛 这个就如同说有反金融巨授 有团体说金融机构不能太大 那就定出来说将来 你只要超过百分之多少的 自占率呢 你公司就要拆 那当然跟全世界的金融机构竞争 我们一定会吃亏嘛 因为都很小嘛 但是因为有反金融巨授的民气 所以让这些管金融 尽管会的人去定这样的法 那就是就会很可笑嘛 但是我对这个法案我最肯定的一点就是什么 今天会这样定就是因为反媒体巨授 那反媒体巨授是针对特定的某一个集团 而且把这个集团等于是很严重的污名化 对不对 那今天他定这个法案的时候 反媒体统化法就不是某一个集团的问题 是所有的集团 所以把所有的集团的问题都摊开在台面下 让大家来看 那我要呼吁那些反媒体统授的人 请大家一起来 根据这个标准 如果你坚持的话 就应该继续要求NCC要做下去啊 那做下去以后 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看清楚啊 那另外一个就是 当初在反媒体垄断的时候 有没有去思考到说 媒体在某种程度怎么病 它的竞争力问题 这个都会在这个法案里面提出来 深入的讨论 这个对台湾社会是理性是健康的 在这方面我是肯定的 好所以在这种 可能我们的NCC委员 既然社会氛围如此 我们定一个可以好好全部 都做规范的法条出来 让大家来公开做讨论 如果大家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终于发现 所谓的垄断 到底可不可能出现在台湾 所谓的媒体到底可能垄断言论 如果在这 大家发现真实的状况 并不是如此的话 不也是一个好的收获啦 好那么广怀我们就来看看 那接下来要执行这个法令的话呢 哇媒体老板要身家调查 四等四亲等 通通不行 那么接下来还要调查什么呢 NCC能够力挺下去 做到底 我们再会回来